来 今天开始正式分家了 来 小儿子拿走 妈 那我们的呢 你们呢 放到两部车边里面了 这一股猫的车就分给你弟了 凭什么这个车给他 这个车是当初我们赚钱买来的 你凭什么给他呀 哎呀 你做大早了 你看 你都赢得两部车了 你弟他们再多一部车 这个有什么用 难 怎么没有用 做农活用的 你还闲事前车前车 哎呀 算了 这样你就说 你的手工工 这个车我也不要了 留给你们了 行吧 大方一点 好的都给你们 破烂就是我们像破烂一样 哎呀 怎么做话了 你这个周围大哥的 你要让个弟弟一点啊 哎 其实老妈分什么给你们 你们就要什么 就像老妈分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要什么 我们绝对不会将的 是不是 我相信老妈绝对是公平公将的 老妈就是骗打你们 你才这么说 怎么骗打 你看你们 多了一大堆东西 我们就一个摩托车 那我跟你换 我要这个 哎呀 你是什么 当然要大哥了 再说 你的比你弟出生到 早几年 我都多替你养活了几年了 你弟都没跟你金鸡鸡鸡鸡鸡鸡 还有你这个做大早的 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打开一点啊 我可以打开啊 那手心手背都是这种 那你为什么不能一碗水端平啊 不说端平那你稍微便宜一点好不好 哎呀 你们两个都是我儿子 我肯定能一碗水端平的啦 我怎么能偏呢 人家一看都知道这个弟弟都是亏的 你看你们多两户窗 还有这么一大堆东西 对啊 所以说大哥大嫂啊 人家说话说得了便宜都卖乖 你们得了便宜都不卖乖 我看得便宜的是你吧 我还听说你大哥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为了公里上学 公里上大学早点去打工了 你现在倒好还说我们得了便宜 那是你老公 他没有这个读书的料 你弟他是大学的鸟子 所以让他读书 我们家不可能 不可能两个都是上不了大学吧 对啊 那肯定是从小一个读大学 是不是光中药就老妈是吧 对 所以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 你还是骗到他 这哪能骗啊 都说你两个都是我儿子的 我能骗到哪里去呢 还有啊 后面这个房子就是分给你弟 因为你弟他们刚结婚没多久 然后呢 你们的话就分到旁边那个租卷那里 你们把那个租卷收拾收拾一下就可以住人了 你说了什么我们住那里 能住得像吗那么脏 而且我们都有小孩了 怎么不能那里租卷不是有三千房子吗 这个破房子你也要给你弟他们啊 毕竟人家刚刚才结婚没多久 什么都要给他 那这样行不行 他住那里我们住这里 车都给他了 现在这里给他 那我住那边 这个叫我说了算 我怎么分就怎么分 你们不从也得从 对啊 大哥大嫂得了吧 分什么就要什么 男人嘛 是不是 要这样 是吧 你不可能就靠老妈分给这一点东西 以后你要努力啊 要工作啊 赚钱养家啊 是不是啊 行啊 记住你们说的话 老婆我们走 反正我 那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这个老妈以后要不要我们养 我不用你养 我以后都跟你 你弟他们住在一起 以后有 然后这个媳妇替我养老 那行 好 你说的以后别来找我们 快点找找 你有什么就找他们两个 不用找你的 我养老妈老 你看这个大嫂真的是 一点都不明白事 说啦 还那么松 什么都要斤斤鸡叫 还那么松 那以后你们要养老妈呀 老妈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孝顺你的 好好好 会养你到老 知道你嘴巴甜了 那是一间进屋吧 等一下等一下 刚刚你大哥大嫂在 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 拿什么 哪有啥 我告诉你啊 这次老妈 长了十几年的老婆本 大概有七八万 你们拿着去做点小生意 或者是买个首副也成 我来拿 那行 老妈只要你对我们这么好 以后啊 我养你了 是不是 好好好 你发现以后我一定会养你的 等一下下个鸡给老妈 来来来来 以后只要有我一口 就有你一口老妈 好好好 用力一点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过来扶一下 这房子这么破 能住吗 看这单车也是坏的 这老妈真是 出错配拿那个地 哎呀没事我们还年轻 我相信只要经过我们努力 肯定能过上好的生活的 那那简单搞下 说了我们也不能什么都靠着老妈呀 赶紧收拾一下吧 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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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婆你要干嘛 拆房子啊 哎呀 你快来救救我 我没有地方住了 没有地方住找你想儿子啊 找我们干嘛 那个不孝子啊 拿了我的棺材本啊 去墙里面买了房子就 陪上我了 你也知道她是个不孝子啊 当年你怎么说的啊 以后不靠我们了 不找我们了 就靠小弟养老了 现在怎么啦 屁点屁点 找他们来了 老妈当年分家的时候 什么好的都给他了 你不是说他很优秀吗 你去找他啊 找我们干嘛 老妈知错了 错了怎么用啊 找事由此何必当初呢 是不是 一句知错了就完事了 看在老妈 那么老的分上 一只假象 踏进棺材的分上 你们就养养我嘛 我都没地方住了 没地方住是吧 住 当年我们住的那个猪圈啊 你去住啊 那都不是人住了 你也知道不是人住的 那为什么你让我们去住呢 哎呀 老妈现在头头又弄又感冒 你送我去医院吧 撕一圈 不要让我们搞叽叽歪歪的 走 要去自己去 要死 你要死一圆一点 不要来我门口 哎呀 走 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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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不是燕姨吗 你干嘛啦 哎呀村长啊 干嘛啦 我被我小儿子啊 小儿子不养我 他们在场里面买了房子 就让我自己回老家来住啊 自己回老家来啦 自己回老家来啦 我现在找了大儿子 大儿子他也不养我啊 哎呀 燕姨啊 不是我说你啊 当年你的你的行为啊 实在是太过分了 村子里面的人哪个不知道啊 哎 一碗水要断平啊 你呢 猪猪的片子 你那小儿子 啊 把大儿子 赶到猪圈那里去猪 你实在做的 做的太过分了 你 就不老吗 我知错了嘛 知错知错啊 早日今日 何必当初呢 两个都是自己的孩子 还要一碗水断平啊 啊 这样对待 难怪的现在 他们不养你 不理你 哎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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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也不要那么伤心了 我去帮你 叫他们出来吧 行啊 大炮 小铃 大炮 小铃 村长 哎 你们出来了啊 这是我们家务事 你不用管 什么家务事啊 那这个是你的 你们的老妈 你们怎么能够 这样对待她呢 妈 妈这个字好配吗 她不是我们老妈 没有种吗 她所作所为 我们都知道了 她现在也知道错了 怎么说 她也是你们的老妈 哦一句知道错了 就完事了 你知道我们这些年 怎么过来的吗 当年分家的时候 你应该都知道了吧 什么好的都给那个弟弟 坏的就给我们 要我们做那个租倩 我还听说啊 她那个棺材本 都给那个小弟的 去床里面买房的 她刚刚也跟我说了 她知道错了 她有 为当初的行为感到懊悔 那么现在 既然她这样了 你那个弟也不理她 那她最近的她的亲戚就是你们了 你们怎么能够自得不理呢 她现在生病了 要带她去医院看一下 怎么说她也是你们的老妈 没有她 哪里有你呀 你要她自生自命算了 你怎么这个不孝子 怎么说这种话呢 十月还来把你生下来 又把你养成那么大 容易吗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感恩感恩 当初她怎么做呢 什么都偏大地 我们呢 得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 她一个老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 还有多少 你们不懂了 不好好珍惜的话 以后啊 你想叫老妈 都叫天母 天母音叫地地母灵了 赶紧趁现在这个时光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 好好珍惜吧 俗话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你们要等到输去 输去了以后才后悔啊 跟你们说 老公 我觉得村长说的很有道理哦 不管怎么样 她毕竟也是我们老妈呀 还有啊 毕竟你们现在你看 你们都小孩都读六年级了 你们得给孩子树立个榜样啊 你们这要对待你们的老妈 以后你们的孩子 也那样对待你们 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村长你说的 一点笑心都没有了 你有道理啊 在座他也是你们的老妈 知道吗 这句话说的好啊 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子育养儿亲不大 是吧 我们好好待趁老妈在 我们好好孝顺好 对啊 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吧 那行吧 为他养老送中吧 他养我们小 我们养父母老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 不管他有什么过错 他毕竟也是我们的老妈 对啊 我们养他吧 大家去看病吧 现在你们上去去了 好 好 阿孙长谢谢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谢谢你阿孙长 我也跟着你们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老板 找工作吗 交工啊 找 怎么要这个工啊 是的 你没看错 工资搞不搞啊 要搞要轻松 在哪 玉米 蛤 做什么交工你也信不能信 做什么都骗人了 我们走吧 嘿大姐 你不做你不要乱说啊 等一下告你诽谤啊 我们是骗子吗 乱说 哎呀是 小刘啊 我的情况跟你的不一样 你看这一年 我们就干这一个工地都没挣了什么钱 你回家 你老公是高高兴兴的 我回家 那个母老虎啊 都不让我上抗啊 我整天那个脸板着我 我说实在话 我都不敢回家过年 再说了 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赚不到钱 我也不好意思回去 要不你先回去吧 你看你看 现在还有一个多月 我干到十来二十天 我再回去 挣了点钱 哎呀挣钱不要紧 等下去怕把你的钱 你变走了 喂喂喂喂 你这个老女人啊 你别不是好歹啊 我们是 专门招工 我们是正规的公司 知道吗 哎呀你不算 你又不要在这里叽叽歪歪了 是啊 我看你的他们也不像派人的 你先回去吧 你看嘛 我说一句他们两个都顶我 那么凶巴巴的 你滚不滚 不滚 那样子找人来打你吧 你别走吧 我 我想干了 不然的话 我不好意思回去 我不敢回去 哎呀那我不管你了 你别后悟要跟你说 没说我没提醒你哦 你回去别告诉我老婆 她 头发长见识多了 对对对对 别跟那种老女人一般见识 哎呀那就行 那 刚刚说工资高不高 轻松不轻松 来先跟我们走 来嘛 要什么条件啊 哎呀就像你身长力壮的就行了 就你这身材 走吧 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就这里了 老板 出来 招到人了 怎么带我来这里啊 是的 这里是我们公司 招到人了 老板好 老板好 来来来先过这边坐 对先过去坐 走走走走走 哎呀 哎呀 你前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工地 在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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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行 辛苦点都无所谓 那应该涨了不少钱吧 哎呀 就就 老板就花了五六千而已 不多 所以说我都不好意思回去 回去那个母老虎 不让我上抗 人家 五六千啊 哦 所以啊你就想来这里 打打打零工 赚多点再回去 是这样的 哎呀实在是这件事情啊 我们非需要你的帮忙不可呢 行 反正有钱赚了 的工作我都干 嘿嘿嘿 那我也不装了 我就直接摊牌吧 其实这个啊 是我弟 那边那个是我弟媳 我们家虽然 家大业大 问题是 就是没有一个人来寄厂 实话告诉你吧 他们两个结婚 五六年了 至今都没有一个孩子 所以啊 想让你 跟我那个弟媳 嘿呀 看什么玩笑呢 这种事情你们也干的就来 我不干我不干 等下我 我那母老虎知道的话 嘿 非得要我贵楼莲不可 不干 伤送败足这种事情 大哥 哎呀你就放心 这件事情 就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而且啊你也知道了 在我们农村啊 没有一个人来穿中间带啊 在村里面啊 是抬不起头的 会被人家笑话的 老天有眼啊 知道吗 哎 这种事情你们也干得出来 哎呀 没有小孩 你们就去去找个老医生看看呢 找我们算什么事啊 我可不干 虽然说我们穷了一点 但是我们穷了有尊严 我们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呢 对对对对 哎呀我们啊 终于终于都看了 确实是我第一步行 所以啊我们才重心求职 这样吧 我们啊 事长之后啊 我们啊就给一百万你 当着那个仇谢你 一百万 对对对 那么多啊 对啊 而且我们家大业大啊 我们可不想啊 那么那么好的家里 到时候没有人传号 对啊 不行再多的情 钱我也不行 除干 你帮帮忙啊 哎呀大哥 你帮帮我吧 我不想在村里面被人取笑啊 你知道了一个男人 总得有点面子 回到村里面 人家各个笑我 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 所以没后人 哎呀你说的也是 我们邻居啊 我们村 我的邻居啊 就是有一个也不会像小孩 老是被村子里面的人取笑 哎呀他前段时间啊 听说啊 那个哎呀跳水了想不开了 所以说啊大哥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保证这个 这件事 全部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了 但是 哎呀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 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天天干工地的 突然间叫我干这种活 哎呀大哥啊 你就帮帮忙啊 说不定啊 一次就可以成功了 而且一次就可以有一百万了 你想想一百万啊 你又干多少个几十年才赚到一百万啊 再说我们是有保密工作的 这里啊没有第五个人知道 是啊我们有保密合同的 保证不会亏大你 你可以先看看这个保密合同 还要签合同啊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先把这个合同签了 签了 然后我再告诉您具体怎么操作 你想啊 你这样子不但帮助了我们 你得了那个钱啊拿回家 你老婆也高兴 也开心啊 我肯定我老婆肯定乐开了花 嘿嘿嘿 说我跟你说 你老婆还挺漂亮的 大哥你可要想清楚哦 那么漂亮的老婆你真的捨得 一样的我 哎呀捨得捨得 那我要个船套人 我自己不行没办法 还挺漂亮的 先签了先 先签了先 先把合同签了 先签了先 先签了先 但是一定要保密啊 保密保密 还签的话 那你就要先加那个 十万块钱那个保证金 这叫做保密金 这里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你这个要保密呢 那干脆我不做了 十万块钱 我哪里有十万块钱啊 而且我 我也没听说过要干什么 要交什么保密金 那你身上有多少钱啊 我就加起来 也不够一万块 那行 那你就先把这个 押给我们 你放心 事成之后啊 我们把那个 那个保密金一并退还给你 你已经签了 你可不能够反悔啊 反悔的话要交违约金啊 行吧行吧 哎呀 我我我看在我老婆的份上 我就我就做一次这种事情 不然的话你看 我的不好意思回去 行行行这个我们都走 这些是刚刚我们老板发的工资 行行行 但是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哦 嗯 我们啊要保障万无医师 我们要知道你身体是否健康 嗯 这样吧你等一下立刻马上去医院 做一个检查到时候明天啊 就拿着那个那个健康帐就过来 正式上抗 不用那么麻烦 我直接就可以开工 我我天天干工那种 我身前力壮壮的壮的 哎呀为了万保万无医师 你今天晚上啊还要十点钟休息 而且啊还要带个老母鸡先把身体补一补 是啊我们花钱了也肯定要想个好好一点的啊 这样啊 记住不能够熬夜今天晚上十点钟就要休息 明天十点钟准时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堂吃堂吃时间堂吃地点 那那那我现在我就去检查 啊对对对对赶紧啊 啊对对对对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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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我我还有个要求什么哎呀 乘轲它没有那么漂亮 我就想说哎呀 你我们开工的时候干活的时候 希望啊 不要在家里面会影响我干活啦 哎呀我知道我也不远去看着它那样 我肯定会走开的 那行那行那我就先去先去医院检查啊 啊 拜一下拜拜 zero 又有一条水鱼上高了 你看轻轻松松又得了差不多一万块钱 不行 这个目标等一下要暴露了 我们赶紧要转移目标 行 她是赖孩子吗 还想吃我老婆 真的是 想到没 人家那么老实 我觉得有点故意不去 说什么了 赶紧准备转移 准备下一个目标 走走走 老板老板 我来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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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人印呢 老板 哎呀 完了 这哪里现什么家 这分明是很久没有人住了 这个怎么办呢 我证明都开过来了 不会是受配了吧 哎呀 之前小刘说的 看来之前小刘说的 一点都没有错 绝对是配子 哎呀 这回该怎么办呢 我的钱呢 我的一万块钱怎么办呢 我的钱就没了 哎呀 我问你怎么向老婆交代啊 哎呀 他跟我交 我该怎么办呢 哎呀 哎呀 不行 我 我 我要去报警 把 让 派出所把他们 抓住 免得他们又去祸害其他人 就 我要去报警 我要去报警 那只马铃 我也要让这个去 他 哎 小朋友 你在这里玩呢 是啊 哎呀 哎呀 竟然还让他跑了一刻啊 哎呀 哎呀 对的也行 哎呀 两百万到手 赶紧出去会合先 哎呀 走了 哎呀 不知道啊 得手了没有 召集死人了 怎么还没来啊 哎呀 姐啊 你怎么才来啊 哎呀 不得了啊 本来我想你两个的 两个小孩啊 结果跑了一个 跑了一个 对啊 还咬掉的那个 因为我还挺多的 真的是 哎呀 早就让我下手 跑了两百万的 早就让我下手快一点了 哎呀 你知道那小兔崽子跑那么快 两个先不管他 想想现在要怎么要出村才好 哎呀 对啊 刚刚那个小屁孩都看见我了 哎呀 幸好啊 我早有准备 看是这样 到时候你把它 穿上保安符 我先带这个 我先先走 对 你在后面 转移 转移目标 分散目标 对对对 那我先扛他先走 你赶紧走 你记得要替我打野户 放心 机灵一点啊 好嘞 哎呀 小妹这招真的是够厉害啊 我这么一伪装 谁还看得出来啊 哎呀 赶紧出村 爸爸爸爸 大师不好了 干嘛呢 黄黄江江 一人抓走了 什么 弟弟被我人抓走了 嗯 谁干呢 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什么干呢 红色衣服的女人往哪里跑呢 那边 什么事的 居然敢来到家里面来坐啊 喂 博安啊 哎呀 我的儿子啊 被坏人抓走了啊 小的那个 哎呀 你在村口那拦截住 啊 一个女人干嘛 好好好 我马上去找 马上去追 好好好 哎呀 你先回家去啊 我去找啊 还我儿子 要开要开要开 哎呀 哎呀 十万火鸡啊 你拿在这里干什么 什么十万火鸡 我们村啊 刚才丢失了人啊 不会吧 现在啊 可是个法治社会 竟然还有人贩子 进村作案 太猖狂了吧 哎呀 刚说一个女的进村作案 把小孩子抓了 你看 还带一个小孩子 就是你了 快点把他放下 也没有说 是什么样的女人干的啊 什么女人 一个女人 红色衣服的 哎呀 是不是你啊 换你衣服了 我在衣服是红色的吗 你叫保安啊 你怎么干事的 这是我儿子啊 他发高烧 现在昏迷不行啊 要找人送去医院啊 你可不要在这里 难来难去啊 哎 不行 反正你非常可疑了 一个女的 还带一个小孩子 刚才说了 连餐饮不给飞过 哎呀 你们这个村啊 真是奇怪啊 你们丢失了孩子 你们应该要 发动群众去寻找啊 而不是在这里 难来难去耽误我时间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儿子 等一下送去医院 等一下因为你 耽误了时间的话 到时候 所产商上来的后果 要你负责啊 你一个臭保安啊 一个月几百块钱工资 在这里来 是谁可以给全力 你在这里难来难去啊 我拿一千八公司 就是在这里看 看难道跟你说 你是哪里要村的 没认识过你 我是哪里要管 我要你管啊 我是要门团的 哎呀 你干嘛进入我们村 哎呀 都说因为我儿子生病了 我超近路啊 哎呀 你不要在这里难来难去啦 我真的很着急啊 着急不可以过 等两分钟 等我们来过来再说 求求你就让我们过去了 哎 怎么回事啊你 哎呀 你来得正好了 你给我评评你啊 我儿子啊 发高烧昏你不行啊 他硬要在这里难来难去 不让我过 行了行了 我已经知道了 哎呀 你认识谁啊 哎呀 我没见过你啊 有眼不时代山 我告诉你啊 我是今天刚上任的保安队长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清楚 我没收到通知啊 哎呀你也没收到通知 通知能通知到这里来吗 通知肯定是给领导的呢 你这种小喽喽 你干什么的啊 这个女人刚才我在那边 已经检查清楚了 她没有问题 哎呀 那我没有日子 我要先送她去医院了啊 哎呀 真的是保安队长 哎呀 哎呀 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从里面问清楚啊 哎呀 真的是有眼不时代山了 你真的是 电话电话也没打 打什么电话 我都说了我是保安队长了 你还不相信啊 同行干嘛要为难同行呢 你真是的 好好工作啊 任何可疑人物都不许放过 刚才我已经接到电话了 他们啊 就剩下最后这个路口 没有 没有人通过了 就是你了 必须要提高警惕 听到没有 哎呀 幸好啊 没放过那个女的 那个红衣服女士还没出现啊 还没出现是吧 是 那就提高警惕 你这人我看着呆头呆脑呢 我要回去啊 开个会看看要不要把你给开除了 哎呀 真是 那个红衣女士这么久还没出现啊 哎呀 我的儿子呢 你有死啊 没看到啊 怎么可能呢 我在村里面呢 都讲了个背呢 而且啊 我也发动其他村民帮找了 都没有呢 哎呀 肯定是从这里路过了 我 你把他们放下了是不是 没啊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哎呀 我少了这么久没发现你那个红衣女士啊 那有没有可疑人物从这里经过 没有可疑的 没有可疑的 是啊 有没有陌生人从这里经过 陌生人 有一个 从幼门村过来的 幼门村过来的 他去送小孩子去医院 送小孩子去医院 是啊 这个时候送小孩子去医院 是啊 那个小孩子讲什么呀 小孩子昏迷了 我也没看清楚啊 哎呀 我都说我家小孩子不见了 你怎么没看清楚呢 你不仔细看啊 哎呀 我们村是不是来了个保安队长啊 哪里来什么保安队长 哎呀 刚才一个保安 我们村就救你一个保安 哪里来什么保安队长 刚才有个女的保安队长 他说他是我们村新来的 他说他检查过那个女的没问题 他就把她放走了 肯定是那个 所谓的保安队长 跟那一伙人是同一伙的 那个小孩啊 肯定是我的儿子了 哎呀 完了 他们用什么叫 计谋啊 哎呀 现在的人贩子啊 他教授 藏出不穷啊 哎呀 你看 我的儿子就不进来 你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你 哎呀你快点打电话报警啊 我手机还大啊 快点啊 他们走了多久了 哎呀 估计两分钟了 两分钟啊 啊 现在买了去追 一边追一边报警 别跑 还我儿子 进来什么点 你离家走了 追 开门啊 开门啊 你家着火了 快点啊 着火了 着火了 在哪里着火 你真的笨啊 这个老男 没有空 进去啊 看看有什么直接的东西 快点 快点啊 这么破烂的房子 我家也没有什么 值钱的东西 哎呀 是不是 冲轨啊 什么都没有啊 哎呀 本来都想捞一笔的 那现在怎么办 哎呀 那 来又来了 不能空小而归吧 这个 对啊 这个肯定能卖五六百万 可以啊 抓小孩去卖 你看 谁要拿什么都没有 起码有个小孩 对啊 这种真的是 穷王大 对 这么穷就不要养小孩了 我们帮你 抓他去卖了 就是 抓他去卖了 快点快点 哎呀 老玉 哎呀 哎呀 老玉 老玉 醒醒啊你 哎 小孩小孩 找火 哎 哎 找什么火啊 好好的你家 小孩呢 哎呦 刚刚我 有人说 吵火了 然后我 我一冲出来 然后被 就被什么东西敲晕了 小孩 我抱着 我是抱着小孩的 哎呀 完了 现在小孩不一而非了 哎呀 真的是 你老婆刚刚去世 就 留个小孩给你 你还看不好 真的是的 哎呀 赶紧先打电话 给那个保安先啊 哎 对对对 说不定真的是遇到人贩子了 完了这回真的是 保安 我小孩不见了 那个坏人了 来到我们 我家里面了 把我打印了 把我小孩抢走了 啊 你有没有看清是什么人呢 没看清楚 哎 你们赶紧过来啊 你在那村子那拦截住啊 任何人都不许放过 啊 任何人都不许放过去 啊 知道没有 好好好 哎呀 赶紧追吧 追追追追追追 电话鱼还有人贩子啊 哎呀 哎干嘛干嘛 什么你们去哪里 来吧 哎 我们干嘛 我们是外想的 外想来了 是啊 哎呀 我们村啊 刚丢失了一个小孩子 哎哟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啊 丢失小孩 那赶紧发送村民 赶紧去找啊 你在这里拦我们路干什么 是啊 太恐怖了 光电话鱼 敢进村抓小孩啊 哎哟 进村有人抓他 是啊 所以说陌生人一个不给过 对对对 陌生人不给过 但是我们是啊 外地的 我们要把小孩抱去 医院我们小孩发烧了 是啊 哎呀 刚才说了 丢失个小孩 你们抱着就是个小孩 哎呀 非常可疑 不能过不能过 这个是我们的小孩啊 是啊 你摸一下 他真的很烫啊 哎呀 你们 你们是哪个村的 怎么经过我们这里啊 我们村是那个文明村的 怎么经过我们村 问干嘛这里要离院的那么远 哎呀 我们超近路 我们可能走错了 哎 是啊 不行不行 一等两万用 等那个报案人来了 这样后 呜 再放你们过去 等什么等啊 你看我小孩啊 现在发烧发的那么严重 你不知道吗 我们为了要这个小孩啊 你自己想想 被孕了多少年 好不容易有个小孩 你就 让我们过去吧 万一 错过最佳时机的话 那就麻烦了 你知道吗 现在要个小孩很难的 是啊 万一你们真是原贩子呢 我这个保安啊 等下烏沙帽都丢了 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 他长得这么帅 像是原贩子吗 对啊 坚决不能过 我们都是好人来的 你怎么不听劝呢 你这个保安是不是 你会不会也多管闲事了 保安就是要站岗放校的 增加坏人的 哎呀我看他一定是单身的 要不然他不知道有小孩 伤病的痛苦 要不然啊 只两天我介绍我卖给你 对 哎呦我那个小姨子啊 还没结婚 哎呦比我老婆还漂亮啊 哎呀 前途后翘的 对啊 哎呀 你看啊绝对喜欢 上班时间不能谈恋爱了 什么上班时间啊 你要不要老婆 是啊 没有老婆人家笑话你啊 臭宝宝啊 要要上班再说吧 哎呀你看我小孩都哭了 快点啊 哭就哭了 等两分钟 两分钟不能等吗 哎呀 你这个臭宝宝 敬酒不知吃罚酒是不是 犯不犯 哎呀你们就等两分钟嘛 走 不打吗 哎呀还走怎么走 老公干他 我讲 我们就是原贩子 哎呀 哎呀 原贩子你都敢担啊 你真的是 不要命啊 看你真的是臭宝宝 打了点拳宝宝 这么久了在这里 我们赶紧逃啊 等下 等下来 看到了 快点 走走走走 哎呀你这个臭宝宝 起来 哎呀 起来 哎呀 你怎么回事啊 哎呀 哎呀叫花园 叫花园 那里有花园 你在这里偷懒吗你啊 哎呀 我的小孩不见了 你一点都不着急 说谁是花园呢 刚才就 过了两个一男一女的 把我打晕了 肯定是花园了 有没有报小孩 报啊 哎呀 那肯定是老玉的啦 真的是的 你 哎呀 还做保安呢 你做保安真的是一点拳脚都没有吗 哎呀 谁叫他臭面突击啊 一拳把我打晕了 亏你还当个保安 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还说在 哪里哪里学过呢 真的是你啊 那 刚才走了多久了 哎呀 更早两分钟啊 哎呀 老玉 我们赶紧追 你赶紧马上报警啊 我报警快点 走走走走 走走 太嚣张了 叫原贩子 哎 把我也打晕了 哎呀 我做了几十年保安了 从来没有失手过 就是塞他原贩子手上了 哎呀 我还报警就行吗 哎呀 我们就丢了一个小孩子啊 老玉啊 你这个小孩啊 真的是 幸亏我们追得及时 也幸亏那个警察来得快 要不然呢 你小孩啊 都不知道被他们卖去哪里呢 对啊对啊 没想到那现在的那些人啊 太可恶了 居然光天化日子下 来到家里面来做案了 看来啊 以后一定要看了自己的孩子了 没错了 而且啊 以后啊 人家敲门 你也不要轻易开门啊 你看 刚刚那个人 供应了 他说就是 用这个方法来骗你开门的 哎呀 到时候 我跟村长说了 叫村长啊 叫那些保安啊 加点防范 啊 连要那些化研了 连村都进不来 对 就是要这样 不过 你这小孩也挺可怜的 你老婆又走了 你也该给他找个妈 要不然的话 到时候啊 哎 那行 那以后 干脆这样吧 我啊 去找那个十三姨 让他给你介绍一个 他认识的人多 哎 行 那你先 赶紧抱歉回去吧 哎 谢谢你啊 我去找十三姨啊 谢谢你啊 孩子 我们回家 喝一